大家好 這次平常談的話題 我就想起一件事 就是借錢 借錢我相信大家日常生活都一定會發生 你的朋友問你借 或者你問同學借 都會發生的 這裡先講一講 首先在學校時代 相信都經常問借錢 有沒有還就真的不知道 我讀書時比較少 因為我自己講過 可能就 找人家的食物 或者幫人家買東西 通常有人請我 但真的不多 通常都是用勞力 因為我們在中學 可能是在四樓 幫人家買東西 大家互惠互利 找少許食物 在我記憶中 我好像沒有在中學時代 沒有借錢 理論上 基本上就沒有 因為我最大的花費就是 吃東西 我好像中三、中四開始才在機店 比較多 在機店打機是有的 但當時那個年代都是打拳王 一、兩元 都不是很多 不是打得很瘋 也不是每天去機店打 以前你知道 我們香港有兒童場和成人場 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兒童場 只有深水舖那個商場 頂樓才有一間 現在不知道就沒有 香港基本上真的沒有一間兒童場的機店 所以小時候要打機不是那麼容易 即是未夠十六歲 你想入機店是有點難度 所以當時讀書的時候 花費不多 當然也不會有人問我借錢 因為我根本都沒有錢 我當時中學我那間就比較好的 我進去的時候 方二開始已經沒有了 不用了 所以你說有沒有被人誣過錢 或者欺凌那些 我中學就比較好一點 順良一點 可能有我不知道 但我那班應該沒有 因為全部都是傻子 即是那些普普通通 即是沒有黑社會 沒有同黨 旁邊有些 但他們都是 玩一下 你可以說玩的 但我覺得都算欺凌 即是可能幾十個男生 玩過兩個男生 在那邊打一下 即是 那種 你是不是真的打他們 我不知道 我的力度 我覺得都是痛的 都是半欺凌的一種 但都 即是不是很過分 我不敢說 因為我自己沒有經歷過 我也沒有參與過這些 其實我小時候 我性格是沒有那麼鮮明的 我現在自問就比較正義 正義的意思 不是說一定是對的 即是我自己覺得對的 但你是不是覺得對 我就不知道 即是 例如 很多東西 例如說 有條 可能有條 逛街 有條 有PK 我不會理他 因為這些 我覺得是 不屬於我的正義範圍之內 即是不是我覺得正確的事 即是去死去死 不關我的事 所以 我中學時代的性格是更加不明顯的 是非常之 趨然附世 你可以說 即是 好聽些說 就叫做 面面俱圓 八面玲瓏 難聽些說 就趨然附世 或者 即是 左右逢圓 即是 不想得罪誰 即是假裝死狗 類似這些 所以 我基本上 就不會被人欺負 都不是說 都沒有什麼特別敵對的關係 都算 很和平 即是懂得做人很重要 即是讀書時代 已經懂得 要懂得搞這些所謂的辦公室政治 即是你不可以 可能你要 要哄一下 阿Sir 哄一下MISS幫他拿一下寶 即是 其實如果你 你可以選擇的話 我建議做一些班長 什麼寶 寶獎 是有幫助的 即是我意思是 MISS和阿Sir 對你的印象分 是有幫助的 即是不要小看這些東西 那其實是 你從小做起 對你將來長大 我相信會有些用 對 這些真的 即是不要怕吃虧 其實這些 好 即是你可能會覺得 這麼煩 有一個方向 可能又要幫他 要留下 其實手把硬件功夫 幫他拿下寶 我以前也是幫了一個 那個叫職業輔導處的MISS 那 都對我不錯 那我跟另一個同學仔 就幫他 那其實都沒有什麼 都不用怎麼做事 其實說真的 很基本的東西 他就經常寄我優點 我 中學時期的優點 很大多數都是他幫我 他幫我寄的 優點 那 有時候有些活動出席 你就當見小臉 這樣 所以其實都 讀書時有得做 這些事情你就試試做 將來你見功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跟面試官吹 所以說 我讀書時 都有幫過MISS 做補長 或者做班長 都有幫MISS 管理不同的同學 或者管理不同的同學 或者管理收工課等等 那 即是有東西可以吹 其實有幫助 這些東西是 紅十字會 交通安全隊 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 如果可以選擇 我會進入 如果我讀中學 一定會入 因為一來就認識多些人 認識多些朋友 認識多些同學 二來你可能學到不少東西 因為真的對你 將來見功是會有幫助的 人際關係 即是你跟人說話溝通 那些很重要 但讀書時 通常都是不會理會這些 即是我自己也是 我現在說來是沒有意思 因為我已經經歷過 我已經過了 即是我已經經歷了 我知道我才會這樣說 即是可能你現在是 剛剛開始讀書那些 即你是聽 你覺得是曬氣 有時間不如我回家打機 看電視上網 是不是 一定會這樣想 所以其實 為什麼永遠 那些小孩子 或者那些中學生 永遠跟大人 溝通不了 就是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紅溝 即是他們 大人經歷過那些 他們未經歷 就沒有 因為智慧 其實等於經驗 你是經過了這個經驗 才會有這個智慧 那你根本你中學生 都沒有去到那個階段 即是你那個 八會月都沒有被人打通 那你怎樣給你武功呢 所以就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就沒得說 但我只可以勸你 如果你真的可以做這些職位 就不妨去做一下 不用怕吃虧的 因為其實你將來做事的辛苦程度 和你做班長的辛苦程度 根本沒有得比 絕對沒有得比 還有你對那些 你對那些 對你印象好一點 其實是有幫助 對你的成績 和你的粗恨 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都是會有幫助的 這裡就不要說 其實我不是想說這些 但這些辦公室政治 你都要認識一下 讀書時你都要做 那借錢 中學時就沒有 人家問我借 我不是人借 所以就完了 然後再說一下 事情 我還沒說過 話說我出來做事 剛剛讀完書出來做事 就是做一些散工 就是做漆仔 可能做墨記 舊那些 就是做一些散工 會去尖沙咀打機 那有件事就發生過 當時我剛剛學打鼓 就是玩打鼓機 那很差 那時候我是Oppo Base 就是被開始踩Base 剛剛開始學 所以技術和我的分數很低 那時候有一條金毛 都很矮 矮仔 那叫阿星 他叫阿星 矮仔金毛 我覺得他都挺厲害的 他打鼓都有 有板有眼 還有打到高等級的高 其實跟著就 我經常在尖沙咀 跟他熟了 聊聊天 自問都覺得是朋友 我自己也覺得 都是朋友 都是朋友 會交換電話 會約出來玩 其實都 有一兩個月 我不太記得了 都有一段時間 總之 其實他身邊都有一些朋友 其實都是在尖沙咀打機 經常見的 你看得多 跟機跟得多 都會聊聊聊聊聊 慢慢就熟 我看他跟朋友都認識 人家也認識他 我覺得他也是 認識多一個打鼓勁的朋友 可能有時候打鼓勁可以問一下他 這些心態 你遲些再說 在打鼓界和結他界 你有玩過 你明白 通常那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勁人 就很受到尊敬 很受到純拜 在領域上 在打鼓和結他領域上 遇事者都很熟悉的,有時約到其他地方玩,即是去紅磡那間機店玩,美國寶那間 那這裡就來了 其實我都覺得他爛爛搭搭搭的,有時穿衣服、短褲、踢拖 但不以為以後我都當他是朋友的 但其實我都覺得有點古怪的,但當時就沒有想太多,現在事後回想當然是會 有一次就問,他就這樣說的,我跟他去紅磡打完機 我就回到這個小巴6RAN,6號的6RAN就回到佐敦 那當時我用了三個電話,是三支,是剛剛出,即是三台剛剛出這個視像電話的第一部電話 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鐵蓋銀色的,是三支的標誌真的很噁心 其實我都覺得三支的標誌真的很噁心 可能他們覺得很帥氣的 那這裡就不要改,三支最舊的電話,如果你上網搜尋 應該查到是銀色鐵蓋,有時天線 其實那部電話我都用了一年多兩年,都不是新的了 但是我就說想換個新電話,我就想放了這部 然後就放了這部,我跟他說 那當時我就上了一個綠色RAN,即是在總站的,在黃埔 紅磡黃埔的總站 你知道小巴是上,如果你還沒查人,他都不會開著 在總站是會這樣的,紅RAN就一定是,那綠RAN也會的 我當時上去我就說想換電話 那你知道總站對面那條馬路是有很多電話舖的 我現在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十年沒有去過紅磡黃埔 然後他就對面馬路有很多電話舖,即是收電話,買二手 然後他就跟我說,我有一個姑姐還是親戚,不知道 他就在對面做的,在開舖 然後我幫他拿個電話去問一下,看看這個電話可以收到多少錢 那個不以為意,這樣就很正常 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個很熟悉的朋友,這樣就OK 但我下車等他,下車等他 然後下總站等他 那我就看著他過了馬路,進了那些店舖的小巷 那我就看著他走進去,然後漸漸就消失了 然後就等了五分鐘,十分鐘,三個字 那我就覺得不對勁了,要不需要那麼久 就是,你慢慢問收多少錢 為什麼要這麼久,那我就打給他 然後我電話已經打不通了 那我心裡...其實我都... 當時你正常,你是當時人 就是你不會這麼快想到,那條人騙我電話 就是你認識了已經一個多兩個月,甚至幾個月 都...這段日子都大家聊天 那我電話其實真的不值多少錢 最多給你一千還是五九,即是那時候電話有多貴 還要二手,即是用了兩年 那...不以為意,但電話打一極都不通 對,打一極都不通 我這個時候去7-11元打電話 因為當時這個年代,只可以有那些街邊電話停 黃色、啡色的電話,橙色、啡色那些 現在真的沒有了,現在我是...正常已經見不到 現在電話停都沒有了,直接電話停我都不見了 即是已經不見了,有電話停 而且現在電話停都不是入錢的 他的電話停是入卡的,很白癡,很麻煩 那...地鐵站我不肯定是沒有 以前地鐵站只有一些電話停 當然是可以打一場圖,現在沒有了電話停 那他7仔打一電話,打一極都不通 對,打一極都不通 那我都...呃...我都還沒想...還沒覺得... 可能我內心是不想這樣想 即是不覺得他騙我的 但真的等過了幾天都沒有消息 那我終於是承認了這傢伙原來真的是... 呃...一個騙子來的 即是騙了我的電話 騙了我的...其實都不值錢的電話來的 那接著我又去回機店了 看看是找回那個傢伙,撞回那個傢伙 但都...已經消失了 但這件事不僅如此 那另外有一個在機店認識的朋友 現在是小朋友 可能也是剛剛讀書的 那叫阿樂 大家都聽過 那個名字你當真有假就好 叫阿樂 那我就熟 即是他都是一起打鼓 他都認識我跟認識那個阿星 那有一天我去到他就跟我說 啊...阿滴啊?喂! 你那個朋友阿星去哪裡了? 他問我借了電話之後不見了 蛤? 然後我說什麼事 我說我都是被他騙了電話 然後他說那個阿樂就說 我打機的時候他就來問我借了電話 當時尖沙咀有間叫八百機店 那間機店就在美麗華旁邊 要下地爐的 要下地爐的 所以他就問那個阿樂借的電話之後 因為機店一來吵 二來地爐就不太收到 然後就上去打電話 他說借的電話 即是他的電話是沒有電 那天樂又是不以為二日借給他 因為我都認識的 都見大家認識的 結果又是下場就一去無回 那電話就沒有了 去了一步應該新一點 那就去慘一點 可能他跟媽媽溝通 就是要跟媽媽說 媽媽我被人騙了電話 買個布 可能要這樣 那我就... 就受騙了 經一時掌一致 結果我發現原來這個世界 以前看了這麼多警訊 真的有這些騙徒 但是你是想不到的 因為你認識了都... 即是他不是認識了你幾天 他認識了都幾個月 即是想不到為了這麼少少的利益 就騙你了 那這個其中一件事 那另外就... 關於借錢 那其實就... 這件事就講一下了 那其實我之前都講過了 我在好景做過一個月的賣遊戲 即是賣遊戲周邊 手製、遊戲機等等 即不是賣翻版 即不是賣翻版 那些我都沒做過 那如果你說不犯法 我都想試一下 那當然現在都沒有了 那當時我在好景那間店裡做 那有個年輕人 即是年輕人 二十幾歲 那我想 常常都會來那間 即是來好景 都會經過那間店 大家吹一下水 聊聊天 他都買了一些東西 手製的那些 都... 我想都有幾次 四、五次左右 他都會... 大家吹水 可能吹十分鐘 那大家... 當時大家年紀差不多 所以就比較好聊 那... 就是這樣 即是會熟了 即是我覺得... 我那時候真的很天真 很傻 因為我未做保險之前 我是比較... 比較天真 比較... 比較... 然後就... 熟了 有一次就是這樣的 他就上到來 他就說... 我又忘了一個理由是什麼 總之有個錢包 即是沒有帶現金 還是錢包 漏在車裡 對 現在有急事 他就說... 可不可以借兩塊水來 先 兩百元 那我就... 如果當時我天真 我的理念就是這樣 因為我常看金融的小說 加上 受到很多影響 我就說... 有一天相信 一天不相信 即是... 大家出來交朋友 要小心 我覺得應該要相信人 我就借給他 二百元 他就說... 他演技還蠻傳統 他就在公司包拿了3DS出來 不是NDS,應該是NDS 他就說我先放一件事做抵押線 你不用怕我會跑掉 他就說放下NDS,那我就說不用了 難道信你不過什麼 大家出來做交朋友 兩塊水你都不會跑掉 他就OK,他就很急,急事走了 結果原來真的一去沒有回頭 即是留給借荊州,又是一去沒有回頭 這件事就令我徹底底 從此我就發財以後不會借錢 任何人問我借錢我都一定不借 出來交朋友,我們當然要信他 我們交心的 結果就糟糕了,結果真的很天真 天真的下場就是被人困,很現實的 這個社會是這樣,什麼為朋友 什麼為朋友呢 就算認識了十幾年都可以騙你 可能他就騙你簽些東西 他就為了十萬元 騙你簽些東西 或者十年、二十年朋友 可能他就等錢花,還是他就貪這些錢 所以我是... 不要跟我借錢,借錢面問 簡單來說,有些人可能會說 搞錯啊,有急事問你借了少少錢也不幫 如果我不用做朋友啊 怎樣做朋友呢 那我就跟他說 你問我借錢那一下開始 你就已經打破了我們朋友關係 你根本都沒有當我是朋友 你問我借錢你就... 你就預料你不當 就是大家沒有朋友做的 我就會這樣的 就是你是不是美女 那你就不要絕交 就是我... 其實... 朋友的東西我覺得就... 話不頭機就真的半句多 那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基於這些因素而覺得... 我對你... 不是朋友這樣 那其實我... 我覺得大家都... 無謂做這些所謂的朋友 就是現在是你有負於我 你問我借錢啊 就是你... 你... 你扔那個波給我 要我接啊 現在我不借給你 就好像是我錯 對不對 那你看王子華都知道 就是... 人家問你借錢的時候 就像死狗一樣的 你到你追人還錢的時候 你就變成死狗一樣的 是的 那其實... 就算你肯借給他 我跟你說 你這段友誼都是沒有的 一定會沒有的 我真的不... 呃... 很罕有 就是你賭不賭 那人是會主動還錢給你的 是的 就是有人借錢之後 是主動安蝕 而且通常你朋友借錢 一定不會說什麼時候還的 對不對 有錢就馬上還給你 那這個有錢就馬上還給你 即是什麼時候呢 是很抽象的 是的 很抽象的 那就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為之有錢 因為普通人 你什麼時候會覺得自己有錢 就算李嘉誠他都榮 他可能都覺得自己現在不是太有錢 那他真的一輩子都不用還了 對 你追他還錢 哎呀我跟女朋友在計劃結婚 真的 可以 我剛才他媽媽進去醫院 那我就 幫他搞什麼 那這陣子的 這陣子還要守得緊 如果你要拖的話 是無限的理由 我跟你們說 真的 我自己都可以 快拿到九十幾個理由出來 那所以我這根是跟大家講 我自己就不借錢 不會有可能 借錢給acun 當然是我自己 當然是很簡單 原則的事 你自己不想別人做的事 你自己也不要做 我自己也不會問人借錢的 我只會問銀行借 以前問信用卡 雖然是貴色一點 衰仔一點 但你問朋友借錢 沒有人願意借的 你明白你問人借錢 別人很難拒絕的 有些不是經歷過 性格不太決斷 別人又不會拒絕你 但他又不想借的 尷尬的 也會令朋友沒得做 我當你是你問人借錢的那個 其實當你借到一筆錢在手 可能你需要用錢這段時間過了 到你真的有些盈餘 當你袋子有些錢的時候 你自己也一樣不想還錢 我跟你說 真的不怕跟你說 因為為什麼我知道呢 我也有問人借過錢 以前 我以前也有的 那 只是一兩塊錢 其實不多 那時代借到多少 當我真的有錢還的時候 我也是不想還的 很簡單一件事 你不要說得那麼複雜 就是還卡數 是不是 還卡數 你明明是有錢的了 你也是不想一次過玩的 你還是覺得 欸 先還好一點 先還好 最低還款額算吧 你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還錢是人類的天性 你一定不會想還好 很緊 很正常的 所以就是那句 你不要問我借錢 我也不要問你借錢 那大家做朋友的事 就不要涉及這些錢的瓜葛 那這些是非常破壞一段友誼的因素 那另一件事就是做保險 做保險不用說 大家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要破壞這個友誼 那其實 因為保險朋友約你出來吃飯 不要說是腳出來吃飯 他發個WhatsApp的短訊給你 你已經知道 你總是承認著這傢伙 這個傢伙肯定 又想哄我買保險吃屎 然後耳讀不回 有些是不會的 因為 有些WhatsApp 你知道 如果有人發WhatsApp給你 你在鎖定畫面 你已經會彈信息出來 你一見到這傢伙你是不想按進去看 你不想讓他知道有兩個剔的 不想讓他知道耳讀 所以就 一來借錢 二來做保險 三來就 推銷 傳銷 美容 那些 如果你有朋友做這些 你馬上跟他絕交 我自己做過保險我也這麼說 做不到朋友 做不到朋友 如果這個時候 可能會有人留言 我自己也是做保險 但我不會這樣 我不會銷售朋友 我約他出來 都是想跟他吃飯 浪費氣 我自己做保險 這些最高警戒 自己都騙自己 你留言那個人 可能真的 內心那一刻 真的會這樣想 但其實你在騙自己 根本你 所有的朋友 都是你的潛在客戶 這個是 你入行第一件事就教你 你不要跟我說 你不要跟我說 你沒有學過這件事 所以 對於一個保險佬來說 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所有朋友 的確是有機會 做到他的客戶 這一刻 他不當是一個客戶 他的潛意識 都是希望 將來 你有機會 做到他的客戶 即是 他特地 他特地做到 不太覺得 我不是銷售你保險 就是朋友出去吃飯 聊聊天 趕聊打機 他就想這個朋友 潛意物化 就覺得 這傢伙真的 不是想銷售 他都 挺 挺友善 看他覺得 挺勤力 他就想你這樣想 慢慢覺得他 做得久 就可以的 就主動幫襯他 最高警戒 就不是銷售朋友買保險 而是令到那個朋友 欣賞他 覺得他OK 主動去找他買保險 這些才是銷售朋友 最高警戒 當然 保險 我經常都說 雖然我這麼說 我自己做過 保險是真的要買的 一定要有保險的 特別是你去到那個年紀 差不多 你就感覺到 真的 開始有些病痛 還有你見你家人老了 即是我剛剛 阿婆去了 當然大陸那些保險 很厲害 暫時大陸的保險 不保險 暫時都以我所知 那我阿婆應該都沒有人收 那這裡別說了 那你 你就會感覺到 真的需要買保險 真的感覺到 需要買保險 那你到時 你就會想買 那我建議 就是你找一個 資深一點 還有真的熟 可能我本身不懂這些 有一點白 那你真的 你就找你的朋友 找你的朋友 或者 你熟的人 你問他 你有沒有買保險 你跟著我 那個agent 可以嗎 探口風 如果真的OK 就光顧他 就是這樣 就是我建議就是這樣 拉到這麼遠 簡單來說 為什麼我會形成 今天的性格 又不借錢 又不借錢給人 一提借錢 面問 就是因為我被人困得太多次了 就是我 我以前的性格 就是覺得 江湖 即五湖四海 大家都可以做到朋友 我就想做一個世界仔 特別是出來做事 剛剛出來做事 很新鮮 對著這個社會 對著不同的人 然後就想 不同的人都認識一下 不同年紀都認識一下 就交朋友 結果 但我都被人困了很多次了 錢 其實我記得借錢 我被人困了不止一次 是借了 困了兩次 還是三次 最後我才決定 放棄這個 相信這個 人類 人性 結果就搞到 現在這樣的性格 但我都挺喜歡 現在的性格 我是挺喜歡 挺OK 我覺得這樣的性格 雖然我的性格 令到朋友比較少 但看來 你自己本身是否享受 這件事 我都說 我打Online遊戲 我都是孤獨一匹狼 我打任何遊戲 我都可以一個人打 就算鬥陣特工 我都是 我排名 或者我主要快速 我都是一個人打 但有些人是不行的 有些人是沒有朋友會死的 他們那些 看電影是不可以一個人看電影 但我只看電影是真的 真的會一個人看 當然我不會看愛情片 一個人看 那麼白癡 我入場都很尷尬 整班情侶 我記得我看鋼鐵人3 我入戲院看 當時尖沙咀華茂 尖東華茂 我記得是 真是倒楣 當晚我去看五夜場 是三點 四點 我忘記了 兩點幾三點 為甚麼要去看 趁完結前我再說一下 因為當時我記得當晚是放假 不知道是甚麼假 但當晚我家裡停電 整電纜 半夜 其實去的時間 半夜兩點到明天 兩點三個小時 凌晨五六點 其實這些時間是正常的 但我還沒睡 我沒那麼早睡 我睡不著 於是我就決定 走一下 本來我就想看看 當時尖東有間機店 我看看撿了沒有 但結果已經撿了 結果就去走走走走走 走到華茂 剛巧有五夜場 鋼鐵人3 我對美國英雄片 一向都不喜歡 但沒事做就看看 結果就看了 有這樣的經歷 看完之後 由尖東半夜走回家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都半小時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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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你 我們下次見